肩上的重擔 妳要先確定自己扛不扛得住 問一下這個例子 妳曾經什麼都自己來到身體 出毛病 出問題 對啊 因為其實我剛剛說 一心多用跟一人多工 我覺得有一句話叫做 能者多勞 其實反過來是因為 勞者多能 我們是被壓縮 我們是被訓練出來的 那我後來換工作 從新聞台離開以後 到網路媒體 那當時我沒有團隊 所以我所有的東西 真的是一條龍 他們知道我會剪帶 因為從以前我就 已經在新聞媒體 已經練就出會剪帶的功夫 所以我常常出國的時候是 一個人採訪 一個人拍 然後一個人還要初剪完 然後還要自己翻譯 就身兼四個工作 我要自己翻譯 因為全部都是外文 那你要把它翻譯成中文之後 然後甚至有一個行話叫打點 可能剪輯師都知道 打點就是你要在幾秒 Time call幾秒的時候 告訴他說 你這邊我要下什麼樣的特殊字 特效字 或是我這個特效字要抖一抖 或是加一個叮咚 或是加一個喔喔 就是這種你要打點 你要把這些東西都寫得 清清楚楚的再交給 還傳回台灣 這樣大家才能夠即時作業 把這一個專題給做出來 把這一個專訪給做出來 所以那時候我就是 等於說我一個人 我還記得 我當時的健康出問題 是在我先在美國出差 出了一陣子 然後內部電影的上映時間是 因為台灣其實很喜歡 在美國上映之前先上映 上 提早一天台灣也高興 因為就是 手印耶 全球手印 全球手印就在台灣那種感覺 對 所以就變成說 我們要跟時間賽跑 我們要搶快 我們先訪完之後 我們的後製時間 壓縮得極度短 因為台灣一定要上演了 所以我只好在美國已經 非常壓縮的在工作 就幾乎都沒有什麼睡覺 然後後腳回到台灣 因為那時候是 剛好是小朋友的寒假 然後我也預約了 就是已經訂好旅行團 我要帶她去十天的日韓旅遊 那我也不想要讓她失望 所以我回來 我真的是從美國出差回來 行李一放之後 我就換日本的行李 然後就帶我女兒出去 那你知道跟旅行團很可怕 就像你說 五點要去送旅行團的車 就是他們都會早上什麼 六點就要起床去吃早餐 然後八點就要出發 而且因為是一團人 你又不好意思遲到或什麼的 所以那時間壓 比如說我睡眠時間極度少 我還記得就是 你旅行團一天從八點開始 行程走馬看完一直跑 塞滿塞好 然後晚上回到飯店 當我女兒在睡覺的時候 其實我是在工作的 所以在那 幾乎就是一個月的時間 我每天大概只睡一兩個小時 很誇張 然後你又長期在媒體圈的時候 長期熬夜 對 然後這樣不行 沒錯就是 因為其實 我的確當時已經覺得 我吃不消了 就根本沒有辦法睡覺 但是跟當時的主管講 主管說 在這個媒體界 本來就一人多工 你沒有嘗試 你怎麼知道你不行 那我又覺得 我是一個使命感 跟責任感很重 媒體圈真的都會講這個話 對 真的 所以我就覺得說 好 你既然這麼覺得 那我就吃下來 我就硬幹 我就是拚了 你應該沒一點的個性 不服輸逞強 對 就沒辦法接受別人這樣 好像是 其實你已經是 盡了全力了 對 其實我當時真的很需要團隊 我說我沒有辦法將一個人 一條龍到底 然後在那一個月過後 我就覺得我身體真的 好像已經崩到一個臨界點 然後果然一去檢查 就發現自己就乳癌 當然我不曉得 是不是那個月造成的 也許它有一段時間 但其實在這之前 我的確每年都有做健康檢查 都沒事 扛了七八年的夜間主 我都沒事 所以就在那個 壓力是慢慢累積的 引爆了 對 我也覺得有可能 就是在短短的時間內 就爆出來 那爆出來之後 其實公司知道 我健康出問題之後 才給我團隊 才說OK 好那 給你一些人來幫忙分工 可是我要講就是 我覺得要求救 要知道自己的身體健康 不要逞強 真的沒有什麼東西 是比健康更重要的 但是你即便你責任感太強 開始動手術 開始要治療自己 你還是在工作 你都想說我應該要放下了 已經一個生命的警鐘響起了 沒錯 就是 我在之後 就是我發現我健康出問題之後 的確有調整我的腳步 可是我還是不想要 讓我掌管失望 而且其實說真的 我得癌症的這個消息 是我都已經治療完了 大家才知道的 我在之前我都沒有講 我都不想講 我就是覺得 我只是跟公司求救說 我健康有點出問題了 所以我需要一個團隊 我不能再一人多工 扛成這個樣子 我還記得我去 埋人工血管的那一天 因為埋人工血管的意思 就是我後續就要開始做化療了 那我在埋那一天出院的時候 我還去採訪 獅子王的音樂劇 那獅子王的音樂劇 我們自己想的企劃是 我去借了這個 舞龍舞獅的道具 我就是一路這樣 舞龍舞獅舞進去 跟獅子王的這些劇主們 相見還 因為他們都是音樂劇演員 那他們是從 就是國外來的團體 所以他們也沒見過 我們華人的舞龍舞獅 所以他們也覺得 好驚喜 好驚豔這樣子 就是等於也有一種 文化交流的感覺 但沒有人知道 其實我肩膀 才剛剛去埋人工血管 而且我還是這樣子舉 就是一路學 那個舞龍舞獅的動作這樣子 舞進去 連攝影師都不及打 太逞強了 對 所以的確 我現在真的要鄭重的 跟所有的觀眾朋友們分享 我覺得健康真非常重要 不要逞強 我覺得很多事情是 事後要去補救 都會覺得早知如此 所以我會覺得 我有點 我可以接受 我的疾病的原因是 是我欠我的身體 是我太操他了 其實你也很幸運 因為他提醒了你 你還有機會去修復他 沒錯 但是真的要好好的 不管你現在工作多忙 一定要適時地放下 跟適時地休息 對 沒錯 好 充電是很重要的 休息也是一種充電 宥辰你有沒有什麼 充電的方法 雖然我現在三十六 可是我覺得 大概這幾年的壓力 慢慢到身上 我們也會累積太多 別人給我們的情緒 那我就會適時地 像在一八年選完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 布料太緊湊 太快 身上收納太重 對 所以我們就乾脆 那時候還不能出國 就買一張船票 假裝自己出國 直接到蘭嶼去 為什麼挑蘭嶼 因為它是 我覺得台灣到現在 它收訓相對 真的不是那麼好 它建設相對 也沒有那麼足夠 你就默默地看著 那一片大海 看著那個太陽 慢慢從四點 然後一直到夕陽 余晖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的人生 真的很棒 很放鬆 你會覺得你自己身體 好像經歷過一場 這個 戲 戲低 然後你整個身心 你是真的得到一個 全新的放空的時候 你再回到台灣 我覺得那是有一個 很棒的充電的感覺 對 OK 好 那余智 你最放鬆的時候 是什麼時候 我覺得我最放鬆 就是吃飯的時間 吃飯超爽的 就是吃飯 我就不喜歡人家打擾我 我就會影片開著 就是邊吃邊看 就算那時候有電話 有訊息來 我都是劃掉 我就是不會接 就是大概 十五到二十分鐘的時間 我就是邊吃麵 然後邊看一下影片 吸收一下最新資訊 跟人家聊天 要聊什麼話題 像甚至YouTuber 降落很紅嗎 然後還是人家現在什麼 那個就是選舉上 有什麼新資 妳連吃飯再想 待會兒要聊什麼話題 趕快補充一下 我覺得是我補充 新資最快的方式 因為有時候真的 有時候手機真的沒辦法 待在身上隨時看東西的話 我覺得短短的二十分鐘 其實是對我們大腦充電 很好的方式 因為我晚上是睡覺 是直接睡死的那種 我可能兩點睡覺 我六點起床 我覺得那段時間 其實我是屬於要起床 就不休息的那一種 因為我覺得我一段休息 我就沒辦法延續接下來的事情 所以我沒辦法跟主持人一樣 那麼厲害 但是我需要連續 可能至少睡四個小時 那我覺得那一天 我就其實活力就已經很夠了 所以我放鬆時間 就是我看影片的時間 不要人家打電話來 我也都拒接的那一種 對 但是我的療癒時光 那妳選上就很難囉 對啊 那婉珍 妳說妳連吃東西 妳還可以吃東西放鬆 妳說妳吃東西都很難放鬆 就是其實剛剛就是 玉莉在講的這個事情 其實我自己也是覺得 我在療癒我自己的時候 也是吃東西的時間 可是就是要知道 我們有時候在吃東西的時候 可能我今天假設 我很喜歡吃早餐 然後我很喜歡去早餐店 但你要知道 我們現在有時候 可能就工作一半 我們直接進去 那個戰袍 或是人家已經都認識了 就像您是公眾人物 你有時候你真的很不能放鬆 所以我就喜歡就是說 買個東西回家吃 但這個機會真的很少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有時候連吃個東西 都會是壓力 然後我就覺得 那個要休息真的很困難 妳現在紓壓的方式是什麼 我真的就是偷偷的 就是跟幕僚說 可不可以給我半小時 或是給我一小時 就是讓我提個早餐回家 就真的就是這樣滑影片 但是我又做不到 他這麼有底氣 就是人家電話來了 我還是接啊 因為我覺得如果你 剛剛那個手機消失法嘛 我真的做不到 手機就給他按靜音 放在客廳 我真的沒辦法 我可能就會 他每一分鐘就跑去看一下 給助理 然後就是我可能會利用那個時間 我可能這個陣子 我就會追一部劇 可是這一部劇 可能十幾 我可能會追半年追不完 就是 還可以追劇喔 就我想追 我們就能休息一下放空嗎 對 就是就放空看啊 然後笑一笑這樣 但是人家那個十幾 可能兩天看完 我可能看了半年 還不能看完 因為永遠找不到 那個可以休息的時間 真的 我覺得我是負面教材 真的健康很重要 對 要休息 對 沒錯 嘴巴都這樣講 待會兒又開始滑 超多次的 好 時間管理給大家一些建議 我覺得剛剛大家都說 靠吃東西放鬆 很顯然的我放得很鬆嘛 對啊 不過我們應該這麼說啦 我從很早之前 那時候我們才在操盤室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工作來講的話 我們等於不是只有 做自己的業績 等於是全公司的業績 包括年終獎金 就靠你這個部門 垮了來講話 就是你走在路上 掃地阿姨都會回家 因為他年終獎金變少了 所以我們那時候的壓力 會 也會讓自己的身體 變得比較不好 但是我們老闆跟我講一句話 我寄到現在 他說公司任何一樣工作 有你比較好 但是沒你不會倒 然後我就想說 對 我們本來把自己 都看得很重要 不管是能者多勞 還是老者多能 但是後來我們再跟理解 就是說但是找到一個 不管是好的團隊還是好的夥伴 適度地把我們的工作 如果每一樣事情都很重要 我真的無法取捨 斷捨離一定是基本條件 但是如果真的斷不了 捨不了 離不開 那我就是找一個團隊 去幫我們做分工 分工的時候來講的話 你會有更多的時間 但是還有另外一點就是 不要把多出來的時間 自己又再把工作塞進去 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就是你讓自己就是每天 我會建議各位 每天給自己說實在十分鐘 太少了 給自己大概半個小時的時間 不管是看你自己喜歡的東西 像我每天 我最紓壓的一件事情 看女兒是什麼 就是看我女兒的影片 看完之後 你就會覺得人生充滿了 無限的希望 然後你會覺得 什麼壓力都沒有了 然後會覺得心情好開心 然後即便是剛剛可能是 可能是右手要放空 左手要做多 然後臺灣什麼事 我覺得你忙著 但是你會發現 當你讓找一個東西 讓你覺得在那個畫面上 你可以很靜下心來 你每天做一次來講的話 讓自己有一點點 紓壓的時間 我會覺得是 還不錯的一種方式 好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我們一開始說 這個Charmis Money 時間就是金錢 但這個最重要的是 健康是我們人生最寶貴的資產 老話一句 沒有健康 全部都歸零 一切都是黑白的 所以祝福大家 這個時間管理一定要兼顧 身心力都要健康 我也贊成 因為剛剛這個大家所有充電時間 都還是在想辦法 趕快做別的事情 我們就好好給自己一段時間 能夠放空 把自己今天倒空 摳了之後 才會有全新的想法 可以加進來 說不定做事情會更有效率 祝福大家 拜拜 單身行不行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喔 請大家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或者是掃下面的QR Code 同時一定要記得要按訂閱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內容 而且有很多網路獨享的好影片喔 還有還有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